中國武漢的肺炎疫情延燒 繼中國新年期間的賀歲電影受到衝擊之外 中國官方1月31日宣布 全面停止影視劇的拍攝工作 中國廣播電視公告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防控期間 所有影視製片公司 劇組及演員 暫停影視劇拍攝工作 其時 中國經濟下行 導致影視業陷入寒冬 據大陸媒體報導 2019年1年有3200多家影視公司消失 65%的演員無戲可拍 今年受疫情影響 中國大年初一電影票房只有181萬元